十个君王的乐远 哎哟 有个君王要复活了 你们猜猜 会是谁呢 是左边第三个 还是 右边第四个呢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让我来告诉你 胆神 太丑了 我的爱人 你怎么还在沉睡 奥斯汀哥里分回来了 我好开心啊 亲爱的 让我们一起去 杀了他 想用我的灵魂之火 别过来 我的爱人 整个世界 都在期待你归来 快 救命 古龙君王 是少 你心里我之间的约定了 此次千年 无为柔之说命 不能让奥斯蒂格林坟降临 千千之力已经现实 亡灵世界的主宰们 毁遍它 毁遍是罪恶的千千之神 十五死了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昊月锦华已经到了最后一刻 趁天前净化 杀了他 祝栏 起来 神远 与月锦 走 阿姨 - 你是夸潘的吗? - 你是夸ive凶巨? - 你是夸潢的吗? 不如让他逃了 恶鬼之剑 还愿意不死 助理狂动 让我再杀手你一次 坤士 他逃走了 我竟然让他逃走了 他竟有了人的狡猾 记忆诞生了第三个头 恐怕不出百年 当初的九头天前将再次降临 不过找到他 我要杀了他 杀了他 身为巫妖王的你都无法跨为面去寻找 我又怎能做到 十大君王 苏星三个都没有杀死他 别急 他每一次计划 必定都要返回这诞生他的空间 我们只需要等待下一次机会 去唤醒其他君王 和整个世界的亡灵 待天且重回之日 就是他毁灭之时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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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灭之时发生了什么 是我和骷髏王呢 嗯 哥哥 他们已经死了 一切都结束了 昊成回来了 他没死 这是他的魔伤伙伴 再给他疗伤 昊月竟然从两头进化到三头 即便也从四级跳到六级 这样的魔兽 我还真是温宿维稳 昊月 彩儿 我 我回来了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没事 你一直在等我吗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这小姑娘等了你两天两夜 让你们担心了 没事就好 没想到 你金花竟然会多长出一颗头 既然你眼睛是青色的 那就叫你小青吧 还有两个符纹 难道还能长出两颗头来 昊月进化之后 体型太大了 十个小鱼竿 怕这都喂不饱了 看来她很喜欢彩儿 这颗倒是和你很像 是她的气息 本蛋 你怎么不说话呀 怪物藏在哪里 老师 麻烦您了 还陪我送财儿回家 你一直说的那个朋友 就是她吧 昊辰 你们这次消失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以为你守护的是谁 只要今天她不死 在我的遗迹 全都会被辞碎 你陪她 就是毁变的国王 老师 就像一场梦一样 并不重要 我想那只是昊月进化的考验 行 不想讲 没事也不逼你 但你应该清楚 这次积分赛的规则 因为你缺赛两天 已经算输了两场 所以要想确保 进入十六强 接下来的六场比赛 你必须全胜 老师放心 我一定会拿下全胜 不过昊月这次进化到六级 应该能帮到你不少 这小家伙 以前这是小看的了 这只是一只二级地火戏 它太弱小了 你的前途不能被这个废物耽搁 昊晨 你的灵力怎么突然从两千一增长到了两千四 老师 我猜这是我和昊月签订血气的作用 血气是真正的血脉相连 昊月进化 让你的灵力也有了提升 好了 终归是好事 你和昊月今晚都好好休息 准备明天的比赛 你和昊月签订具 什么事 你和昊月签订力 你和昊月签订阅 先把我将死 来少年了 你和昊月签订阅 你都没关系 找到斯顶阁里分了吗 陛下请放心 天使之线下 众生君为我已 你只需回答我 还没找到 他的气息太过飘渺 所以我猜 他仍在隐匿身份 这也意味着 他还未长大 可我却能感受到 他的威压 提前我们的计划 去人类境地走一趟 并不如使命